你見到今天又是三個暗凍 實際上跟我們前面有一題 A加B減C over A加B加C 這個題是差不多的 如果我們跟正圖的話 這個巧妙就是 你要在同一個Variable 我們多數都用A 我們會有3A等於4B 記住我想弄走B 你就要令到B做主項 所以B就等於3A over 4 旁邊A over C等於2 over 5 弄走C C要做主項 所以就會變成5A over 2 OK 那我們再上去的時候 我們會有A加3B 3B就是3A over 4 over B加3C就是3A over 4 再加3乘5A over 2 OK 那你按一下 分子先 就會是1加3乘3除4 那就會是 就是 13 over 4A over 好了分母了 3 over 4 加3乘5 除2 出來的答案就是 33 over 4A 這樣弱了個A OK 所以 13 over 4 除33 over 4 出來答案就是13 over 33 所以答案就是B了 OK 記住 Method 2就是這樣的 Method 2就是 其實你 只要全部都是跟比例的時候 其實A是什麼都沒有所謂 只要跟比例就OK了 所以 例如我會把A做1 如果A是1的時候 你想想 3等於4B B就是3除4 B就等於3 over 4 B就等於3 over 4 旁邊這裡 他說A比C要2比5 A是1的時候 C就是2.5 所以C就等於2.5 現在只剩下3個數 扔回它上來 就立即出到答案 就是這樣 你會發現 其實A做1 實際上跟這裡 1沒有一樣 只不過A變1 你會把A 按住 但是你會發現 整個運算是簡單了很多 因為你不需要理會 這一堆運算 你可以直接 進入所有答案 就是這樣 OK